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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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拉圆 制作 李宗盛 引合 今天已经是第三日了 援起神军 不是应该要回归神界了吧 神军 难道是不回了 报 欺骗各位先君 有妖族杀入天门了 这些畜生 凝战 妖女 这便是你们作恶的下场 红火长老 红锐长老 你们杀了我族人 你们杀了我族人 有什么 有什么你们撑我来啊 你们撑我来啊 妖女 你给我听好了 你们妖族再敢执迷不悟 我们仙界也绝不手软 我要杀了你们 来啊 见识我神君 你们在做什么 神君 这些妖孽在我天宫 大开杀戒 就在方才 无数天兵天将 死在他们手上 难道我们就要任由被杀 而不还手吗 此事不该牵扯 整个妖族 若是所有罪孽成立 也该由他一人承担 不许可 有数天兵天 我 再走 差 不 再效 我 还 真相到底是什么 阿姨 你还好吗 啊 晏爽跟清姨 还好吗 他们没有醒过来 不过你不要担心 他们身上的上都在慢慢好转了 只是要修复仙力 许得好些年了 先祖岁月悠长 早晚会恢复的 你刚服用化神丹 还没有与你的内丹相结合 先别操心旁的事 我给你做了一些绿豆糕 能不能进去 我想跟你说说阿九的事情 可以吗 神君 南风帝君的祭奠结束了 凶手未除 王死者何以安息 恕我辜负神君好意 未将南风下葬于天中 仍停关于陵与殿中 那妖孽嘴型深重 就算是毁妖身碎妖丹 也未尝不可 九天玄雷之下 会有胆的 既如此 还束告退 阿英 同意的事情 事关仙妖两件 你不要再插手了 可是 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忙 张雀 你送阿英回去休息吧 不用了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魔忠莫及 我这就救你出去 你救我 来 魔忠莫及 我这就救你出去 我这就救你出去 魔尊 为了救你我损耗了不少内担 这个人情 你可一定要记住啊 小狐狸身上魔气不存 九天玄雷之下 可就有趣了 好 放开 拿住 放开 恶果魔气从这里逃出去了 你们回去看看 需要在此胡言乱语 四处离去 阿靖 小山君 小山君他不想见 谢谢你 洪寿大人 我真的有要事要找小山君 事关大则山的真相 我来告诉你 什么是大则山的真相 你以为当初为何宁可抽出 小山君的情思 也要阻断你们在一起 那是因为 你就是小山君 命中的劫术 你就是他的劫 如今 大则山惨遭巨难 正是在为小山君挡劫 世间因果有得必有还 一和真神 曾驻大则山孕育先脉 如今大则山注定 要将这因果福报归还于 一和真神之子 为小山君挡劫 可这劫是哪儿来的 这劫正是因为你这水灵兽 一意孤行 纠缠小山君所致 而来小山君 已经捏断了自己的情思 就是为了避开你这个祸害 可你呢 痴心妄想 不自量力 非要凑上来把这个劫难 带到他的身边 原来是因为这样啊 他才有意逼着我的 你与小山君而言 不过是漫长神声中 非不足道的一瞬马 何敢妄言 未来与小山君相伴的 也理应是凤凰 那个还差一分先缘 便可以苏醒过来的 梧桐岛的凤影 若不是你冠用苦肉节 小神君何至于会遇解 大则山何至于会遇难 你知道小神君 为何现在不愿意见你 只因大则山覆灭 全部都是因为你 四生四世 他只愿从未遇见过 你这是第一见的水灵兽 明天不愿意见 你可遇见 你能给你 你不愿意见 那猫想冒 你可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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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可遇见 你可遇见 原来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戴泽山 可我不要你们为了我去承受这一切 我该要怎么做才能换你们回来 我来是在节节附近 发现这花生 似服着大泽山的传音灵符 想来是大泽山遇难前 还没来得及送出去的 只可惜 这灵符破碎得不成样子了 阿靖 阿音 是邪山师兄 你们听到这段话时 大泽山会已不在了 还好你们平安无事 日后大泽山 就只有你们和轻衣三个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此次大泽山之难 全由摩尔起 阿久被摸索空 引来天雷才知九星灯灭 他们利用阿久 就是为了挑起仙妖之争 扰乱三界 你们切不可收魔挑拨 果然是魔 这一切 既是魔虚一挑拨 更不能让他们得逞 灵符没了 若是没有灵符 燕霜也醒不过来 我们要上哪里去找证据 糟了 我刚才看到索仙塔 一股魔器窜出 难道是洪一身上的魔 已经逃走了 若是这样的话 那 那洪一一定会死在 九天玄雷之下的 阿音 魔族现世 三界必有大乱 如今大泽山已被其所害 如果我们不能找出幕后之人 将来的火乱一定会更大 即使元启是真神之责 也难以睹善其身 就算不为洪义 为元启和大泽山冤死之人 为了仙妖两族不适合 阿姨女郡 请你一定救救洪义 此番恩情 临摹和妖界定当铭记于心 云南卿 神军稍后 那狐妖馬上被压来受刑 优优独播剧場 阿茵 你怎麼在這兒 我知道此刻要帶阿九去行刑 不過我還是想要親口去問問他 為何要對大澤山這般 阿九是我帶回大澤山的 若是不問清楚的話 我心裡當真是放不下 裕風先生 能不能就給我半住香的時間 我問完了我馬上就出來 好了 你進去吧 等你只有半住香的時間 多謝裕風先生 走 阿茵 阿茵 別 別為我損好自己少緣 阿茵 阿茵 林木殿下給了我 阻斷心力的法器 你趁先往開的時候 趕緊逃出塔去 天文初會有人建議你 我就知道 你會相信我 只要你肯信我 叫我上青龍台 受懸淚之心我也甘願 但大澤山 終究是我毀滅的 我該守著 你不要再說胡話了 我能進來的時間不多 若你當真心中有愧 就應該出去 找到大澤山 踩滅的真相 找到真凶 阿茵 你快離開 阿茵 阿茵 玉峰仙尊 馬上 走 阿茵 走 走 紅衣 林木殿下 趕緊帶阿爵走 阿茵 跟我合姚族 你放了我 他們不會放過你的 我不會有事的 阿茎子 他會相信我 你記住我說的 找到真相 給大澤山一個交代 再不走 大家都沒法走了 趕緊走 阿茵 快走 走啊 走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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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吧 红衣呢 神君 他暗通妖族放走那妖狐 你还如此护着他 暗 神君 阿九不是屠落大则山的真凶 仙山师兄 申嵌留的传音符 我找到了 师兄亲口所说 阿九是被谋所控制 所以才会引来天雷 灭了九星灯 为的就是仙妖之战 那别让大家都听一听啊 传音符献已破碎 我如何拿给你听 无凭无据如何幸福 今日青龙台上九天玄雷之下 若真有魔必会显现 可如今就快真相大白之际 你却放了妖狐 岂不是自相矛盾 我明明看到有魔器 从索仙塔中逃出 红衣身上已经没有魔器了 若是用了九天玄雷 岂不是会殞生亡死 真相才会被掩盖 神军 蓝蜂大仇未报 害他的凶徒却被安婴放走 还恕此缘此恨无处诉 恳请神军 还蓝蜂与我一个公道 请神军 请神军明察 魔器从索仙塔中溜出一身 魔器从索仙塔中溜出一身 可有其他人看见你 没有 就只有我 一人 你不信我 我真的看到 我在 大泽山亦在 安音是我大泽山弟子 一切处置 由我大泽山定了 沈君可还记得 当初对华叔有何承诺 这是一方代表承诺的寓意 日后殿下若是需要古今帮忙 拿出这份奕运 古今递当一步如此 你说过 只要是我所愿 就一定为我做到 是吗 确有此事 那我今日 一日就求沈君见诺 严惩罪先安音 恳请沈君严惩安音 请沈君严惩 她是有罪 但本君说了 一切处置由我大泽山定夺 敢问大泽山 要如何处置阿音 要如何处置阿音 阿音私放何意 重罪难说 即日起 将阿音进于私兵殿 半月后青龙台受刑 拨除仙器 从此禁足青池宫 不断再入仙妖两界 至至大泽山 有重生之日 阿音与我虽有同门之意 但已不过三界过客 我对她绝无偏思之念 望诸君莫要再多加传策 再因口舍是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我明明说过 你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你也分明答应过我 不会再用灼烧内丹的方式救人 阿易 水凝兽 性命脆弱 你不要再造答自己了 不在你眼中 只是一个过客 当真 就算我是迪威的水凝兽 就算我对你的真心 不知一体 可我们相处过这么多时日 你不应该不相信我 那只是阿静的回忆罢了 关于阿静的种种 与我而言不过花火一涮 早已消散 那证明不了什么 对阿静而言 阿静是她 生而至今 短暂生命里 最最重要的一个 我少有知觉就搬在你身边 出生化心都在你身边 共同经历了种种 共历了生死 任何人都可以不相信我 但你不可以 为何不可以 有何不可以 我对于你也好 对于庞人也罢 我只能就事论事 今日一事 若就因为你的一面之词 我就偏袒于你 怎算公寓 我作为真神 如何复仇 我真的没有说话吗 我找到师兄遗言了 阿静他真的不是凶手 这些天公火临剑一事 你不是说过 无论如何都会相信我吗 为何就是不肯信我 现在根本就不是 我信不信你的问题 我信不信你 不重要 怎会不重要 阿静 别再叫我阿静了 阿静只有名字 已经跟大泽山一同消失了 或许没有在大泽山静过 捡到那颗水泥兽丹 结局会不一样吧 你后悔吗 后悔过 从今日起 不要再插手 先养两族的针端 在钦池宫好好待着 你得看你 你怎么想要 你得看你 这个人 你得看你 就要歇我 别煞玉啊 莫非 确实磨出不了九苑 但这并不代表 没有别的可能 我现在想来 当年弘毅无缘无故 进入九苑 也甚是蹊跷 您这是想 前去找弘毅 把事情查清楚 倘若真的是 清灵借此机会出了九苑 那那支 在官室镜中 杀害了兰风帝军的妖狐 包括弘毅说的 他被魔附身 很有可能都是清灵所为 他之为اب 尼往 früher 进撕 多少 将帝 ident 邀 猫 曼 福 虽然 丘 十位天狐 这是半神巅峰的十位天狐啊 我要解万年难遇的十位天狐 大人生了 弘毅本该惨死 才更好挑动仙妖之战 看来计划要提前了 好啊 你姑姑看你被天王所负 不顾安危去救你 受了重伤才不得不退回来求援 她还在养伤 所以才不急于我一同去接应你 姑姑伤势如何了 已经无碍了 但还需要休养 也不知阿英怎么样了 她为了救我 如今定是仙界不容 也不知缘起可会护好她 她最好莫要辜负阿英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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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跟弘仪讨回这公道 这也绝不只是胡祖的事 多谢陛下 阿若 姑姑 阿若 姑姑 到家都So 快 快去救我一下 有人多走了 杉� RC 旅di 走 哥 哥 怎么连妖皇爷 是罗沙帝 心药已经打起来了 先去罗沙帝 刺杀陛下的凶器已被证实 正是先借御风之剑 御风之名赫然在上 剑气仙力充沛 绝无造假可能 先祖竟猖狂至此 诛杀我族之皇 此仇必报 此仇必报 报 先祖在罗沙帝的铸巾异动 必与我族开战 什么 族开战 先借欺人太甚 我们再不反击 怕难有安宁之日 林墨淑 请让我率大军杀回仙剑 讨回血债 请林墨殿下 集团颠兵出战 杀入仙剑 追陛下报仇 林墨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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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犹豫时吗 非我不想复仇 只是一旦发兵 便开宫没有回头间 你还敢来这儿 放心 林墨殿隐医姐姐好用得很 你不是也用了它 盗走了御封剑 还将林墨杀了个措手不及吗 你何时打开九元姐姐 七万年前那场群魔之乱 连上界众神都发轻易平息 那是何等的威力呀 我有魔神一处 你我才有 颠覆三界的毕生把握 现在离计划成功 只差一步了 不过 眼下先妖间的战火 还只是小打小闹 还得给红毅这个食尾天狐 再浇把油才行 你指的是 阿英 阿英 我负在红毅身上时 得知了一个秘密 那阿英是水凝兽 对 我是意外才知道这件事情 原来元启一直在帮他掩护身份 那水凝兽大逆不道 放走沙斯兰峰的妖狐 也被元启一力保下 他凭什么 宣池神鹿 也是元启为了救他而耗盡的 要不然 他蓝峰也不会失去这最后生还的机会 父王 您刚说水凝兽内丹可炼化 重塑先缘复活蓝峰 这只是传言 那我也要一试 这本就是他欠蓝峰了 我欠蓝峰是谁 本尊在此功后多时 我欠蓝峰 藏头落尾 还敢自称为尊 还不会现身 秦宁 不错 小神军身份自是尊贵 可纵使你为真神 还不是护不住你的师门 红翼那小子倒是挺好用的 即将尽神之体 就可助我屠灭大则山 是你控制了红翼 伤了我大则山满门 没错 大则山上下正是本尊所杀 那些人临死前的惨叫 我可是每日都回味呢 住口 主人 周年 恭喜主人 大吉强成 守住这里 不要让元启亲眼看看 我是如何毁掉他父神 用性命换来的三界安女